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 连同森美兰毒品罪案调查局 突击波德森一带的练毒场 先是在一个村庄 逮捕一名本地男子和一名印度籍男子 然后在游中原 再逮捕四名印度籍男子 他们攻出了直落干旺 有一间名宅练毒场 里头的毒品是值高达240万利级 这些原料可以制出23公斤的冰毒 攻11万9千人使用 当局马上扣押涉嫌炼毒的6名嫌犯 其中5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一行人将在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39支B条文下 扣押一个星期注查 一旦罪成 唯一的刑罚是死刑